是伏顶的白蚱 大蚱 大家可以看看 本來有一餅 十幾年了 白蚱 下堂就是教白蚱 現在先喝到它的味道 你們可以傳去慢慢看 觀察它的葉底 通常坊間現在有很多白蚱 但有不同的葉狀況和產區是關鍵 因為下堂就會進入《港路遺茶經》 就會講得很仔細 為什麼來到這個房間 但是你為什麼要透過你的生活實踐 其實現在的抗茶就慢慢實踐 好像那個小杯子加一隻碟 你一大力 其實一整呎就走 就走 你小心溫柔 其實就可以跟你很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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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剛才麥克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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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